美德村位于从江县高增乡东南部的高山上,是一个美丽的高山洞寨,这里视野开阔,风光宜人,晴天时蝶杖层乱,阴天则云雾缭绕,可以这么说,生活在美德舅舅好像生活在云端一样,秋收时节,美德和前东南其他所有的洞寨一样,村民们都忙着夏天摘河,而村子里的晒河架上也都晒满了菜摘下的新河, 因为洞族人的主食是糯米,为了确保糯骨的纯度,他们都采用最原始的摘河方式进行收割,这种方式就是纯手工的方式,一根一根的摘,进度自然是很慢的,吴国文吴师傅是我在从江的好兄弟,因为他非常熟悉从江的山山水水,朋友们都喜欢叫他从江旅游的活地图,吴国文就是美德村的人, 但平时他都住在从江县城里,开着他的五灵面包车补贴家用,当然平时只要有空闲时间,他们夫妻俩都会赶回美德村区帮年迈的父母干活,吴师傅家里种着好几亩的糯骨,平时都是他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在打理,那天上午我们在美德寨子里拍完后,在吴师傅的带领下,我们来到了他们家,位于半山坡的田里。 这位老人就是吴师傅的爸爸吴大爷了,老人家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,身体非常硬朗,每天天不亮,他就会下地干活,那天在田里我们就近距离地,光看了吴大爷摘河,只见他老人家手持摘河刀,一根一根地搁着糯合,一会儿手上就是一大把了。 说话间吴师傅的姐夫从摘完河的田里抓了些鱼过来,那就是他们全家那天的午饭,吴大爷很兴奋地抓起一条鱼挥舞着,旁边吴师傅的妈妈也开心,地看着老伴笑着,吴大爷那天非常开心,扔下摘河刀提着鱼,就走到田边的空地上,给大家烤起鱼来。 老人家听不大懂普通话,一直笑眯眯地干着活。吴师傅告诉我们这些鱼都是他们家养在糯骨田里的,当初查养时放的鱼鸟,现在糯骨丰收了鱼也可以吃了,因为他们的糯骨都没用过化肥,也不打农药,自然这些鱼也都是无公害的了。 洞族人吃到田鱼都是不刮鱼鳞的,他们把活鱼在水田里稍稍稀稀,就这样用树枝穿着,剪些枯枝点上火就开始烤鱼了,烤的时候鱼还在不停地动,味道自然是很鲜美的了。 鱼烤熟以后,他们把带淋的鱼皮撕下来,把鱼的内脏扣出来扔掉,再把鱼肉飘出来放到碗里,拌上薄荷、辣椒等佐料,就这糯米饭一起吃了,而剃掉了鱼肉的鱼刺,他们会放到火里再烤一烤,然后像吃薯片一样,慢慢地放嘴里嚼碎吃掉,很快鱼就烤好了,全家人没坐在一起吃午饭了。 洞族人在摘盒那段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吃午饭的,他们带着每天早晨在家里蒸好的糯米饭,再在田里抓几条鱼来烤着吃,一家人在田间地头吃得津津有味的,吃完了午饭,全家人又回到田里继续摘盒,一直要摘到天黑了,才回家休息。 摘好捆好的糯米饭,就得用人力挑到大路边,再用车拉回家晾晒了,那天送我们走时,七十多岁的吴大爷,挑着将近八十斤的糯米饭,还给我们带路,走了近两公里,把我们送到公路上后,才继续回去摘盒,老人家的身体真是太棒了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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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